HELLO 各位風水有關係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阿湯哥 唐中文老師 哇 今天晚上又來陪伴大家做直播囉 因為待會十點我們風水有關係會播出節目 所以大家就在15分鐘左右 大家一定要收看節目 因為我們今天也是到了我們的苗栗 出了外景 然後也是 我們是不是去的話是一個藝人 離喬安的家裡 其實喬安他也是蠻辛苦的 因為有一些風水格局 我們這一次的風水格局有看了一些 外在環境的一個房子的形狀 還有呢 就是說你的房子啊 長型屋呢 影響女人最多的一定是廚房 所以這次喬安他們家的廚房的風水 跟臥房的風水都深深的影響到她的健康 所以這次今天晚上的節目呢 大家一定要記得收看喔 那再來呢 因為最近 剛好是最近有 我們昨天3月16號 然後剛剛忙完一場公益的訪會 然後今天就是 生意工朋友啊 然後突然走一走這樣子 那今天呢 很開心能夠 在節目播出之前呢 跟大家做一個節目 好 那其實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環境 哇 我現在人呢 在那個陽明山 OK 好 然後這個地方呢 有橋橋流水 所以在風水當中來講的話呢 其實水的擺放呢 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水就是財 那水呢 代表財運喔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家裡呢 有放這樣的流水的話 要記得水呢 是要往內流的 往家裡面流進去呢 才可以呢 呃 讓這一個錢財呢 真正的進在家裡面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是在苗栗出外景喔 大家一定要記得收看節目 好嗎 好 因為我今天呢 欸 直播呢 有點遲到了 然後如果說呢 像一般 教大家 這個呢 就是一個風水石 如果家裡呢 如果說有些人開餐廳的人喔 他呢 會在樓梯的下面啊 你可以放上有水 噢 噗一盆水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呢 你走每一階 樓梯呢 然後都踩的水往上爬 那水就是財 代表什麼 你的賢財呢 財運呢 是負負高成的象徵 所以也蠻特別的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 風水上的故事呢 我們也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呢 讓自己呢 可以更開運 那我們今天呢 是風水關係呢 就是出外景到了 林喬安藝人的家裡面 希望大家呢 多多的支持喔 因為 他真的是 實力派的創造 但是為什麼呢 一直還是 有很多的機會 都沒有被感受出來 有時候我覺得 可能生活的虛逐的環境呢 深深的影響他的運勢 所以待會呢 十點 也來二十六頻道 風水關係 大家一定要記得收看 好嗎 好 記得幫我打開電視喔 多多的支持一下 我們今天到了 台灣的家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一般的很多人會說 養魚啊 到底要養幾隻喔 其實我個人呢 是沒有對於 說養幾隻魚 有特別的限制 但不過呢 有一些人他會運用 易經的原理 去看這個養魚的 幾隻幾隻 那基本上我覺得 如果說家裡 養魚的話 我覺得方位 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 養在西北方 西方 北方 東方 東南方 這幾個呢 是五行比較屬於 相生的一個方位 那養到這幾個方位呢 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是 魚缸的話 是最機會擺在家裡的中間 中間是不可以擺魚缸的 因為中間呢 屬土 土來客水 會讓這個 家裡的健康會變差 那另外來講的話 魚缸也不要放在西南方的位置 還有東北方的位置 因為這都是屬於相客的方位 那也很神奇喔 如果你擺在相客的方位呢 這個魚啊 通常不太容易養得活 這樣了解嗎 那有人問說 顏色有差嗎 其實顏色我認為沒有差 但是有一些人 他會運用 我剛講 易經的原理 那個掛像去做調配 當你如果不知道養什麼顏色呢 我認為就是 養同一種種類的魚 就可以了 因為有時候 不同種類的魚喔 那如果你不了解它的習性 也怕它會互相的咬啊 然後它就 也就 容易死掉 好 那我覺得今天 很開心 跟大家分享很多 呃 跟大家分享簡單的一個 風水的一個 魚飼啊 然後 魚缸要怎麼擺 那其實呢 很多人會因為想要擺一些文藏味 然後家裡呢 也會放一些像那樣的一個竹子 好竹子的話 也代表是一種 節節高深的一個象徵 那 主要像今年的文藏味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我們的 東北 西方的位置 西方呢 也代表事業 又跟一個文藏的一個象徵 所以你可以放開運主 開運主呢 也是 可以代表就是一個 節節高深的一個 好的寓意 如果你想要求事業啊 等等的 OK 好 哇今天真的很開心 來到這樣的一個 小橋流水 哈哈 跟大家來做直播 那今天呢 是阿湯哥 在風水關係做值班 好今天晚上節目呢 是由我幫大家做講解風水 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記得收看喔 偉來二十六頻道 現在應該是晚上有十點了吧 差不多 十點了 十點了 所以呢現在呢 你在看直播的同時 麻煩請記得幫我打開電視器好不好 因為 給阿湯給一點支持 然後讓我有 好的 有很多人看這個節目 然後學到呢 有很多的 關於風水的小知識 然後讓你呢 可以在 一整年啊 住起來都很平安 其實風水呢 不用一直亂改 基本上呢 家裡的擺設 通常就是 七年要一個大翻動 三年一個小變動 那 每年的流年呢 可以針對你想要的運勢 去做擺放 這樣了解嗎 不要看了風水 然後就 每次都一直動動動動 動到後面呢 這個家裡的市場就亂掉 結果沒有好OK 好嗎 好 很開心 今天來到這麼 優雅的環境 跟大家做直播 好 OKOK 對 我現在呢 就在那個 陽明山的一個餐廳 然後跟朋友一起吃飯 好 所以有人在唱歌啊 等等的 好 那 待會呢 大家一定要記得 打開電視收看節目喔 好 未來26頻道 未來26頻道 要記得 好 希望大家可以 呃 今天看完節目之後 都可以學到很多 有關於風水的擺設啊 然後讓自己呢 可以更開運 好嗎 好 那今天的直播 先到這邊囉 不好意思 有一點倉促 有一點倉促 但是呢 很開心 跟大家在現場做見面 OK 好 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